20年前的周吉伦头轻轻一歪 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 20年后他玩腰蓄力倾金暴气 只怪自己年轻时写歌太没心没重 我们这么多年在KTV受的苦 终于让这些原唱本人也体会到了 比如人还活着歌曲绝唱的胡彦斌 没给翻唱也没给自己留后路 三个字唱出15个万 如今他在上海首场巡演唱起这首歌 尽管做了降调处理 再也无法复刻自己曾经的巅峰 但凤子演唱会第20首来唱 也依旧往时绝佳状态 怪不得他有底气把歌写成低于难度呢 除了胡彦斌本人 恐怕谁也唱不出这熟悉的味道 当年作者也能轻松标完整首离歌的苏建信 如今再唱高音却只能夹着屁股 面肯破音也不愿意假唱欺骗观众 他真的我哭死 58岁的郭富城也把对你爱不来唱出了老年人的无力感 又是真唱又是真跳差点拼了老命 即使累得够呛也没滑水 胳膊皱子哭哭的抬 态度比小贤肉还要端正 网友辣平甚至连半奏都改成了老人版 但如果我拿出这经典的郭富城聊头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再看同样是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 尽管一个月说自己老了 这62岁的身子骨却能连唱带跳三个小时 一字马更是说来就来 而26岁的年轻人端更十分钟站起来都得两眼一黑呢 就连这首音粉花走红 但是因为太难唱 从94年到现在唱了不到五次的头心 张学友也能带来原调的版本 要不怎么说歌神就是歌神 30岁的歌还能唱出这样的水准 经过岁月的沉淀 她的歌声也更有感染力了 关于这期内容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见拜拜